女生是比較多的,男生是比較多的 男生分手後,女生經常想偶斷絲連上一齊 其實男生很害怕 很害怕對你好一點後,你就以為有希望 其實很想脫掉 所以我經常跟男生朋友說,你不要想對他好一點 你覺得對他好的話,就不要跟他講話 就是sharp cut 最辛苦就是這樣 好像每一天都是,你又跟我說話了,是不是真的有機會呢 好辛苦,好辛苦 那這個是長期的節目來的 如果你說一次半次就說 之後,為什麼分手? 其實因為大家性格不合,火星撞地球 怎麼為不合呢? 可不可以就說分手那件事是為甚麼作用 其實我到現在都忘了究竟是為了哪一件事分手 太多單嗎? 純粹是因為大家相處不了 因為我當時,我不會去想是否關係好 我純粹覺得我的立場就是這樣 他又覺得我的立場就是這樣 互相開片 硬到硬 你那時候的立場是甚麼事? 很搞笑的 是甚麼立場 很想知道 很無聊的 純粹是你 起得那麼硬的 我們是 好像當我說駕車去這裏 他就說不要駕車去這裏 我們這些事都可以爭到嚇不大 哇 難怪你和你老爸有 所以就開片了 我和我老爸的關係完全都是這樣 完全一樣 我自己都知道 可能一回去吃飯 一看到那條鯨魚 都說不吃鯨魚了 就來了 老爸你不吃鯨魚 很明顯 強硬的性格是來自老爸的 即是老爸也是硬頸人 那瓶魚就給了女兒 那就很厲害 兩個就鬥腸 所以就是 因為這個 哇 這樣媽媽在家很辛苦 是啊 很辛苦 永遠在按著火 其實如果有兩種老爸 有一種老爸 雖然你硬硬硬 但是他為了女兒好 覺得女兒說是有他 那就算了一件事 但如果老爸親女兒 就覺得 因為他們兩個硬 如果我給你這樣過的話 你將來長大了 你就死定了 所以我一定不讓你過 我不讓你過 好過你但沒面子 在外面收家 結果兩個就是因為這件事 哇 但對方是不明白的 不明白的 做女兒哪有明白的 我爸爸就是這樣 我在想 他找的男朋友 現在也好 或以前也好 其實都很可能 好像他爸爸那樣的性格 其實我覺得是 太軟弱的男生 你可能未必喜歡 太遷人的男生 你未必喜歡 我之前去失戀 之後我去看醫生 吃藥 然後他就跟我說我家人 什麼都不說 只有說家人 然後他說是一個trend 只是一個psychological trend 尤其是女生會找一個 有他爸爸特質的男朋友 是啊 每一次都是這樣 都是一樣 但我之後也有拍過拖 不開心之後也有拍過拖 也有不同的 就是有少少特質似 但又 所以現在分開了 不是 你找一些都有那個特質的 都要硬頸的 但會遷就你的男生 總之找到一個同一個特質 但會遷就你的 那就可能會容易一點了 還有我想 之後有些事情不同了 就是之後發覺 其實誰人的立場 是什麼都不要緊 如果真的想維繫關係的話 真的要維繫一段關係去想 所以愛情跟時間有關 其實不是跟年月日有關 是跟歲數有關 就是說你這種拍拖 十六七歲死定 誰撞過來都會死定 因為那個歲數的女生 太過硬正 而你又硬正 什麼男人都死定 但到二十六七 你的人心態過了 那個時間就會令到 那些男生很適合你 你再過到三十六七的時候 分分鐘你這種女生 反而反過來 懂得照顧那些男生 所以是時間的問題 你現在未找到 都不用擔心 因為我身邊很多你類的女生 開始的時候都是剛強 對 慢慢反過來 因為小時候 你真的還要去長大 但是一直到大 其實都不用去到三十幾 二十六七 摸到滑 你直接知道 你再發脾氣 你的後果是什麼 你直接看到 對 所以其實我到現在 看自己都很大分別 就是從第一段關係到現在 我在現在 我剛剛過去的關係 從來沒有發脾氣 從來沒有 學習得很快 所以不行的 我覺得很辛苦 我不想再抑鬱 我很容易墮進去 所以我不想再 不要緊要 你入行五年 其實已經走過十五年 其實現在你三十幾歲 真的 Benjamin Button 你現在 你三十幾歲 你摸得多辛苦 現在你跟二十多歲的男生 可能你舒服 可以了 我照顧你 好像讀書 其實做娛樂圈 是不需要讀大學的 因為讀大學的 因為讀大學的 是浪費時間的 因為其實你二十歲的時候 你進來娛樂圈的時候 你就應該進去人生大學 這樣 學滿了所有的東西 你讀完大學再來再學 那幾年才發現 原來這個世界是怎樣 就會浪費了 不,不止浪費 還很生氣 對,很生氣 都讀這麼多書 當然也有用 但在這個娛樂圈 就沒有用 你在愛情上面 過了這麼多 在最傷傷傷傷痛的時候 就是因為哭哭到 吵了耳水的耳洞 那段時間就最痛苦了 之後其實 吃藥那時候是最痛苦的 就是接受不了 分開了是最辛苦的 但那個週期是多久 一年了 真的足足 都一年 九個月 九個月左右 嘩,吃藥都要吃九個月 吃藥吃了半年 那就算好了 是啊 因為其實 有一些機緣巧合 會不會有第二段 新戀情開始的時候 會比較好 那時候沒有 但我純粹是 在那時候很不開心 剛好有個朋友 叫我去NLP 什麼叫NLP 是一個Leadership Program 就是LP Program 就是那些人生 那些 你出來 講出你自己的不滿 為什麼你遲到 為什麼你遲到 那些人為什麼遲到 好像已經死了兩個老爸 死了兩個老爸 哭到 但是我聽過很多事情 之前也有想過 但是呢 我覺得 孤無論他是什麼 總之他對我來說 是work的 有幫助的 那就夠了 我也這麼說 我身邊有些人想過 是work的 有些人不work的 但有些人不work的 那些 就是幾不work的 很極端的 很極端的 他那個 可以調整到你的想法 對於劉翁來說 我人生當中 就是這樣想的 所以對於你來說 就沒什麼 但是有些人 我本來沒有自信 不知道自己人生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調整到對方 那個人有 energy 很多 這些課程 我有一次聽過 有些朋友進去的時候 你不需要 我是不需要的 但是我聽過朋友去想這些 就是 可能 我們比較free 就是我們的生活 有很多人很大壓力 就是不敢面對一些課題 一些自己的缺點 他們是要不停地說出來 然後跟隔壁交流 然後叫對方罵你 令到你完全是哭得不似人形 其實這個是很棒的 是因為你突然間 好像沖了個涼 那樣 個個都是因為這樣 而舒服一點 而且我也有時候 情緒這件事 真的要爆發出來 才會失去 如果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 是有時候因為你覺得 有時候跟別人聊了 或者很簡單 你哭了出來 可能就已經舒服一點 就是同樣道理 竟然在那裏治療到你的情傷 想到也想不到 其實是治療了外人 比較少的 就是調整一些東西 我會去看 但是愛情都已經忘記了 可以同一時間 嗯 就是一個 lesson 那到什麼時候 才是完完全全脫掉呢 這段 脫掉 就是到現在 其實偶爾還要吃藥 他還在哭 我還在哭了 還在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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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了 其實是 說我無故突然鎖了 就是突然間 我決定了 下定決心 要 move on 這樣 那就沒事了 其實失戀在人生裏面 我自己人生裏面 最棒的是 我很積極地減肥 每一次都是最大的得著 都還可以減十萬八百 為什麼 不是 因為很想自己 因為很肥 因為很想自己 騙自己更有型 而且你總是覺得做運動 有得肥有得減 才是有用的 這個方法 我明白 每一次的時候 例如我平時不會去跑步 失戀那段時間 經常跑步游泳 整天想像字 變得正能量高一點 是的 可以的 失戀的時候 失戀的時候 自我價值降到最低 是的 一定要把自我提高 那你會做很多積極的事情 是的 像紅館一樣 化到每天都 哈哈哈哈 是有用的 紅館灰色 不是呀 紅館裝 紅磡殯業館 哈哈 哈哈 公子夜王之 公子心底話 好了 韓硬絲的胎底繼續說 講起找回另一半 他剛才說到 看到一個心理醫生 找回自己的父親 這個也是的 憤怒而得 一路聽他說的時候 其實他在說 他跟那個男生吵架 而那個男生 其實就好像他那麼硬 你也會說 這個是他爸爸遺傳給他的 所以我才猜測 你那些男朋友 會不會有點像的呢 所以我曾經聽過一個朋友 結婚的時候 他說 你老公好像外父 哈哈哈哈 你跟外父一模一樣 如果找一個女生 見一見他爸爸 像自己 那就買一個了 像是可以收成證果 但是有時候 你看到那個女人 那個爸爸的款式 跟自己很不一樣 很難看 就是肯定覺得 你是哪個像我呢 我想有時候 可能未必在外表 你有沒有見過一個外父像你 我從來沒有見過外父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見過的 我從來沒有見過外父 我想一下 我拍過那些拖 有沒有見過外父 都見過的 都見過的 女朋友的男朋友 女朋友的爸爸 都見過兩次了 但是 就是我女朋友的爸爸 我剛才講的 都覺得外父 我女朋友的爸爸 不是很想了解他 不是很想了解你 他很想了解我 但是我不是很想了解他 當然 我不是很想知道他做什麼 想什麼 我們中國人 都不是很像外國 外國那些 就是要談得來 搞好關係 外父會和你搞好 其實如果一男一女 真的打個秘密 不要說外不外父 就算我去拍拖 我見別人的父母 我都覺得 跟別人的媽媽比較容易 男人嘛 是啊 反而去到爸爸 我發覺很多爸爸 他們都會覺得 你心懷不軌 可能自己心虛 十成九是心虛 我女兒被你搞 他腦裡想 我女兒被你搞 他最討厭你就是這個 所以在那一刻 其實你想一下 你明白他的態度 為什麼對你這麼不尊重 一分鐘有些 你知不知道有些 我見過 不是 情體上 有個男人走進來 搞他老婆 他沒那麼生氣 你進來搞我女兒 就比較生氣 不是啊 因為我女兒是我的女兒 我老婆你搞吧 我女兒你不要搞 那樣東西是差很遠的 我意思是仇恨的程度 如果你一個人 搞了他老婆 搞了他女兒 搞了他女兒 但是他所有的女兒 男朋友都會搞他女兒 所以他一定會很討厭你 是啊 所以你明白 為何結婚的時候 要繞著爸爸 一路進場走出來 要交一個儀式 交給你一個男人 我告訴你 那一刻交接儀式 其實是很難過的 但交接儀式 就是他爸爸想過你的時候交 十多歲的時候 你去到別人家 就是十多歲那些 是交不到的 他直接感覺到你這個年輕人 整個腦子 你都是荷爾蒙 你紅色荷爾蒙 你對著我女兒 就是色情和流口水 你這件不是瘋子 你這件是condom 是啊 他腦子裡想一件事 他知道你的壞事 還有他知道你 其實我想每一個 爸爸 其實最慘的是 不想有一個色情的畫面 看到是你和他的女兒發生 是啊 所以其實那時候我小時候 我拍拖的時候 我十五六歲的時候 你不會見到別人家的爸爸 我都會見到別人家的爸爸 但我發覺別人家的爸爸 很冷漠 就像你說的 不願意他了解你 也不想跟你做朋友 只不過你 你有沒有嘗試過 他了解他們呢 其實你感覺到他拿了一集 不用了解 因為其實他那時候 你十多歲 都不是結婚的 而且他又覺得你是來佔我便宜 不過我記得那時候也是 我記得那時候 試過在女朋友家裡 在房間裡親熱一下 突然間有房門開的時候 是爸爸還是媽媽 差很遠 哇 爸爸害怕的 你覺得自己的命是會死的 是媽媽的時候 穿件衣服可以慢一點 可以慢一點 爸爸啊 爸爸 不穿衣服就跳出窗 但是媽媽是可以慢一點穿 媽媽關門的時候 可能她一口嘴笑 但是爸爸已經拔刀了 哈哈 想起都害怕 公子夜王之 好啊 阿腳跟何眼獅聊天 那我問一下問題 黃眼B 對 黃眼C 她經常都很開心 原來都很疲憂 生活當中很多事情 都不是她自己決定 我懷疑很多事情都是 例如她青年 小時候 打哥爾夫 爸爸媽媽喜歡 所以我問一個 如果真的可以讓你選擇 選擇過你自己一生 你會不會不打哥爾夫球呢 不要回答 你覺得她喜歡別人幫她選擇這些老 還是不喜歡呢 我想 我懷疑她喜歡選擇 以前 每個人從小到大都不懂得選擇 這件事是不是我喜歡的 但如果現在問她 如果由第一天開始打高爾夫 那天開始的話 可能她未必會喜歡這個安排 我覺得 如果早幾年她一定會反對 其實我都不是的 如果可以讓自己選擇過 都好 不要讓爸爸媽媽媽選擇 但我覺得她現在比較大 感覺上其實爸爸媽媽選擇了 都舒服 所以我覺得她 其實她 恨不得的東西 不需要怎麼選擇 我覺得她會選擇 我覺得她不選擇 好 我會選擇 我現在正在走的血路 為甚麼呢 因為我覺得 他們給的東西 給我太多了 即是在Golf上面 其實我不只是有Golf的成績 即是 例如我爸爸很想我打亞運 因為她覺得亞運這個名校是代一輩子的 他是對的 我覺得 我在Golf也不只是學到Golf 因為我學到很多關於人生的東西 即是有很多 在這個遊戲裡面所學的東西 但這個例子其實很典型 就是打個比例 我上一代我做不到的東西 我很想我下一代可以完成到 即是你想想去打亞運 其實真的挺厲害的 是一個項目來的 但我不知道 我覺得如果 我剛才在想 我一直都沒有想過 但如果我人生是沒有Golf這件事 我想我都挺空虛的 即是 即是早上上學放學 然後可能放學唱K 或者逛街 我想我都未必會真的開心 那就是 好像現在 即使人生要完成一個結 去記錄下 而Golf也是自己一個成就 是啊 所以我覺得 那些人都要找這些成就 但這件事未必一定要去到亞運 即是有幾個 在這個圈都可以去到他 方力申 但他這個其實 奧運 特別是香港 因為你玩這個運動 其實已經是很偏的 你還要打得出成績的話 其實真的很厲害 其實就是因為偏才有成績 都沒有人打 每一個都找不到兩個人打 其實都一個 兩個比賽 很少拿第三 我很少拿第三 第二哥其實很慘 第二哥很慘 整個都輸給他 如果六歲已經開始打Golf 其實應該 輸了給那個七歲打 就是輸一年 我們輸了給那個五歲打 但我在想 你打到差不多的時候 有時候人的目標 慢慢會給自己的成績 開始帶著走 那你沒有想過 真的要向那個方向 做世界級的球手嗎 有想過 我之前 其實沒有入行之前 有想過去美國讀College 打College Golf 但是 有想過 但這件事 不是我最喜歡想做的事 你什麼時候才知道 自己是不喜歡 打Golf 其實我一向都知道 譬如比起唱歌 我常常都夢想 去紅館開自己演唱會 但在Golf有沒有呢 也沒有 夢想就是 贏一個比賽 沒有 沒有這些 因為那是你的生活 怎樣 Golf已經變成你生活 一部分 是啊 我讀了那麼多年書 都沒有幻想過 我考第一是怎樣 真的沒有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幻想 10A是怎樣 很多人訪問我阿正 神經病去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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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 我不知道怎樣 但如果你這樣選擇 也是好事 因為我很幸福 我家人給這個 對 這個真的很重要 否則人生很空虛 對 好 那你問 到我問嗎 我們問你拍拖的東西 好 如果選男朋友 在這一刻 你會選一個 帶你十年的 來做你男朋友 還是選一個 圈外人 不認識你現在的人 拍拖 好 雖然那兩個東西 不是很相對 但事人都要選一樣 對 那大十年 是不是圈外 大十年 大圈外 還是選一個圈內人 是不是這樣 不過這個都很重要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意思是 因為在圈內的人 他的想法是大一點 可能是這樣 你會選什麼 是否重整 十年圈外 還是 圈內人 差不多年紀 沒有答 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我在想 永遠都是 現在他可能會選一個 跟自己的生活比較相近 喜歡的比較相近 但是他就有光強在一面 我又不排除 他會找一個 像他父親的大十年 因為十年那個 就懂得遷就他 對 要大十年才懂得遷就他 你不懂得十年 你跟他差不多年紀 就算跟他同一行 都可能都是火星撞地球 所以我就在想 如果是的話 吃得住他的 應該是一個大十年 還有這行 我經常覺得 這行的人 自己一行 跟自己一行 一起一起拍拖 其實都幾吵架 尤其是 大家都剛強的話 吵架一定是吵架 因為我們所做的 每一個工作 所做的 每一個決定 其實都沒有一個 客觀的決定 但是兩個人 各自有自己的主觀想法 然後又沒有客觀的 離定 那兩個人一定會吵架 這個工作做還是不做 應該怎麼做 所以是誰遷就 對 一定是遷就 所以很辛苦 你問我做圈內人 哇 圈內人和圈內人拍拖 一定是辛苦 一定是 所以我現在已經沒有那個堅持 沒有說 你對我錯 沒有這些 因為你之前那些都是圈內人 對 對 我們不知道 我們沒有問 我們沒有所謂 跟這一行有關 有關 所以一定會吵架 對 但是之後我們已經放開了 因為沒有說你做這件事 就一定是這樣 但有時候很差 很愛一個人的時候 你當然是想他好 那你想他好 當然心裡想 那個方法一定是好 另一個方法是叫做錯的 你不想那個人錯 到最後你都不想他去走那條路 所以說很辛苦 去回爸爸那個問題 對 真的很辛苦 去回爸爸那個問題 所以跟圈內人和圈內人拍拖是很辛苦 寧願圈外的 你說一句 圈內的東西你不懂的 圈外一個就算了 那都說完 至少他有空間走 最慘圈內那個 他知道你整個回合 知道你整件事是怎麼走的 然後他就說他的想法 他又不會覺得自己的經驗 等於是 比如說你開一首新歌 派上台 派一首什麼歌 其實哪有定 你說pop一點也可以 另類一點也可以 然後你又想pop一點 你男朋友說 不是喔 另類一點 我pop一點都可以做到 只是這件事 十年也罵不到那個決定 但圈外人有時候 是很接受不到 圈內人的行程 就是瘋了 所以要大十年 劉翁沒說錯 所以就是要大十年 因為你大十年 他起碼知道 人是什麼 不是的 有些 有些 但我的大十年都是在說三十二歲 都不是很大 三十二歲都遷就到 都遷就到 三十二歲就遷就到 對 三十二歲就遷就到 沒試過 我沒試過 沒試過 至少你做得累的時候 就算他不明白你的工作 有多辛苦都好 他就說 好 過來吧 學會吧 他不要 看人的而已 看人的而已 我也有些朋友跟行外的人拍拖 但是 都是不 兩天都很難的 拍拖是誰容易 總之跟行內 就很難的了 但我也是選擇十年 大我十年的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我很難跟我差不多年紀的人拍拖 我不知道為什麼 試過很多次都不行 我純粹是不attracted 我純粹是 我沒試過 但我純粹覺得吸引不了 什麼啊 你初戀那個 只是初戀那個 但初戀那個之後就沒有試過 全部都長過幾年了 最長是長過幾年了 八至十年 八至十年 不是啊 因為他太剛強 他跟年紀的 是不行的 他一定要跟爸爸一起的 大十年 我身邊的朋友 我所有都是三十幾 即是三十八歲 當然 打哥爾夫 不是啊 千世了 我去打哥爾夫 我都打哥爾夫 球童也三十幾 球童七十都有一個 球童七十 你算是這樣的 不是打哥爾夫的朋友 嘩 這麼多運動你不去 大哥爾夫 找叔叔玩東西 你不去下棋 原來我爸爸是這樣的意思 想我找些六十幾歲的 是啊 不過你入了行的又更加少 你哪找十幾歲入了行 寫到圈裡面更加少 入了行更加難找男朋友 好少 現在你唱的歌 說回音樂 唱的歌有沒有把自己的愛情感情放在自己的歌上 有 因為你這個人又開心 唱的歌又開心 好像 是市場來的 你的碟也很封面 其實什麼都有的 我們有開心又不開心 這個也是我自己 不開心應該可以 你的反差大 其實挺好 因為我有一首不開心的歌 是找了小巧 鄧小巧幫我填詞 也是巨星的朋友 他也很清楚我的情緒 還有我 他有填詞嗎 他有啊 他有填詞 他也有寫歌寫詞 所以他幫我寫一份詞 是我對於愛情分開的感覺 這首歌就叫放過 其實是放過別人 放過自己 那現在正在拍那首 現在正在拍那首 是善常情歌 就是跟張子豐合唱的 就是sweet 超sweet 就像自己 20歲頭 雖然那個人經歷了很多 即是他講得出 這些都是市場 那我也覺得 我是一個什麼情緒都有的人 我是大喜大樂大喜大樂 有不開心的 但是開心的都是超開心的 所以我覺得所有事情都是真的 挺好 我寧願做人 不要在中間 我寧願我很開心 和我很不開心 我都不想整個人 你說什麼 隨便吧 好啊 在中間我覺得很慘 還有做藝人也是一樣的 即是在現在這個世界 做藝人 你都要去到最極端 我才要看你 一部電影 警匪片不是警匪片 慘情片不是慘情片 你看你做什麼 我都覺得 而且我覺得做人都是 一做就要做到最好 所以還有Depressed的人 做喜劇是比較好看的 Depressed的人唱開心歌 又會比較開心 因為你真的渴求開心 你希望得到開心 這首歌才是開心 否則不夠開心 你都不喜歡那首歌 所以你唱開心歌應該更好 而且你的樣子又甜 所以還是繼續做喜劇 做開心歌吧 做開心事 繼續令自己和令家多人開心 好啦 多謝你今天上來 拜拜 拜拜 公子夜王之 公子心底話 好 就送走了何硬絲 有沒有跟何硬絲那些女生 硬朗的女生拍拖 你有沒有被人點的 我呢 所有女生都是點我的 是 我都是遇到惡女生的 是 所以我對於何硬絲那些女生 很熟悉的 我啊 你似乎不是的 你是點女生的人 我是比較 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怎樣 我是那些 一定要你照顧我的 那些 你不要讓我照顧你 最好是你照顧我 我們這些是 軟飯王 軟飯王 軟飯 軟飯 因為跟他聊天 當然感覺到 他的感情世界 但是 因為這件事 是我所有 如果在朋友 或者接觸的時候 我都感覺到 這個人 肯定不用走我的世界 我 我的世界 我喜歡找這麼硬的人 我喜歡服侍人 我覺得 服侍人 是一種優越感 你快樂 所以我快樂 你想想 這麼難搞的 我也搞得到你 我正 所以我能夠服侍你 令你覺得滿意的話 是我的成績 你厲害 我是這樣想的 其中一件事 這女生 其中一件事 可能他可能為了一件事 很小事 可能你說去東去西 都已經吵架了 我給你的 我是會跟他死過 我是那種男生 跟他不斷理論 我和你吵架 吵架完 我會問你 舒不舒服 你說舒服 我可以了 而我當時 是一點都不享受的 不要緊 總之 去到最後 你舒服 我值得這樣 嘩 你不是吧 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 你跟阿火 神經病 我離開 行東呀行東呀行西呀 你先嘴我 我不是我 你想點綴 我幫你 我幫你疼到你舒服 然後我覺得很開心 你感覺到他不是一個做主動的人 即是在兩個 一男一女 我想問一下 你沒有的嗎 你不想服侍那個女人嗎 我想服侍 我又沒有你遷就那種習慣 很有成功感的 我沒有的 我是等嘆那種 你不可以令他覺得 幸福和快樂 你不覺得自己的存在價值很大嗎 不是啊 為什麼呢 你的存在價值在於自己的滿足感 即是我的感覺就是 你服侍我 你服侍我 你看看你多幸福 嘩 皇帝呀 即是你看看 你已經得到你最大的幸福了 就是你在服侍我 所以我是那種 所以我是很願意被人服侍的 如果我可以 如果我可以娶到陳方安生 就好了 如果我跟戴卓爾夫人 可以在一起 我想我一定會很幸福 咦 看來葉劉真是全香港人靠你啊 即是我有小季資格 我有小季資格 很多男人有小季資格 只有我 應該有很多的 有的 即是我們上一個年代 即是上一個世紀 小男人 其實就是這種性格 不是啊 柴狗 因為很簡單 我們香港的文化 真的養了惡女 真的 我們不要說 講不講女 真的喜歡話事 喜歡野蠻 真的會有的 但是我們養了一班 我那些小男人 就是你服侍到那個女人之後 你會覺得開心和幸福 不是啊 因為其實你最後 你將你的 你開心的一點 你放在他那裡 譬如說 做事這麼辛苦 然後你買一份禮物 然後買一份禮物 他會開心 他會笑的 你覺得自己上班值得 這個就是80年代 鄭丹瑞寫的小男人 但是我們 我和阿火 大男人 小過你一點 我們是沒有腳的小鳥 你們走開 所以我們不同的 你是小男人那隻 我們是沒有腳的小鳥 所以我們就是 看見你服侍得我這麼好 我都覺得你幸福 我想是這樣啊 可不可以這樣呢 但是我想這件事 對阿火 什麼女生是有那種風格的 就是那種 他服侍完你之後 你幸福所以他快樂 就是服侍我 大多數漂亮 對阿 反而你不要是一個平庸 他不遷就你的 越平庸越不遷就你的 對阿他不遷就你的 還有公主樣也是越不遷就你的 所以沒有辦法 要去到很漂亮的 要去到很漂亮的 對阿 說什麼你那些年代 或者差不多是那些 李美鳳 說八十年代 對阿 那他就得到很幸福了 你介印一下 沒有辦法 我們是沒有穿的腳仔 對阿 OK